王兄 上命所差身不由己 我已經關到櫃子少了 待會一定給老兄來個痛快的 老兄放心 日後老兄近日和某豬頭三生 一定會有一份心意的 老兄 老兄為何發笑啊 我笑我王某 既然落到如此地步 可總算死後 有人惦記 不知何大人 將來有了今日 給你燒紙的又會是誰呢 五十三刻已到 萬官王蕩王以豔名正身 即刻開刀問斬 何大人 我王某就先走一步了 難得何大人有情有義 我王某投桃報李 在嚴王面前 先給何大人佔個好位置 我陰間等你 我陰間等著你 斬斬斬 斬斬 起座皇上 今日五十三刻在杭州鬧事 奴才已將王膽望正法 王膽望臨行前說過去什麼 說了他痛哭流涕呀 一直在說今生難以報答皇上的知語之恩 只有來時做牛做馬 在效忠皇上啊 那王膽望臨行前這幾句話還說得不算糊塗 百姓議論如何 我陰在當時監展在監展台上離百姓甚遠 一心監展沒注意聽 當時紀大人倒沒什麼事可幹 您問他吧 好 請坐皇上 杭州百姓歡呼雀躍 他們說皇上此舉大快人心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一陣看是可悲可賛 這殺的可是他們的父母官啊 皇上說得是啊 這百姓懂得什麼大是大非啊 只要所殺之人比他們地位高 身價大 他們就心中暗息 今天皇上殺了王膽望 杭州百姓歡呼 明兒若是皇上殺了紀大人 杭州百姓照樣歡呼 是 何大人言之有理 若是皇上下令殺了何大人 那一定是舉國歡騰了 這也不是百姓的錯 誰可以宰州亦可覆州啊 皇上勝利 朕今天心情不好 不想聽你們說了 你們要沒什麼話就先退下去吧 臣告退